世界之大无其不有 近日有这样一对奇葩情侣引起了热议 一名男子在网上结交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友 男子为了在众人蜜前 炫耀自己女友的漂亮 为了表达对女友的爱意 随后男子就做出了一奇葩的举动 竟然用一金二把张人民币 制作了两套情侣装 就当男子将情侣装制作好了以后 就联系女友过来试穿 当时女友穿上男友 用百元大钞制作的情侣装后 也有炫耀的想法 两人真是趣味相投呀 有没有 随后两人就穿上情侣装 去人多的超市撞摇 想吸引众多的眼球 结果刚进超市大门 就被一收音员看不下去了 收音员表示这样的做法 是典型的不尊重人民币 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随后收音员实在是不能接受 这对情侣的做法 于是就直接报警了 结果警察赶到后 分别对这对情侣进行了一番教育 然后对美人做出了一定的罚款 不知大家对这对情侣装有何看法 哈哈 小编是有点受不了你们的 小编是有点忧不动呀 atmos零且烟 没 pH 儿子 阿尔 咱笑